大家好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我是童文勳 我是張慶祺師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今天因為這幾天其實張慶祺師非常的忙碌 你還在東奔西跑 甚至還在幫忙開 到了高雄 昨天跟今天在高雄 星期六在高雄 沒有禮拜五就下去了 好 那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雖然不是感恩節 可是我們其實精神是非常振奮的 所以我們要讓張慶祺師先來 謝謝大家 要謝謝的人很多對不對 真的 要感謝的人很多 因為這一次您的蒙冤 在台東受難季 這倫敦受難季 台東受難季呢 事實上 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天 看到這一天 就是法界空前大團結 對不對 其實我們常常法界會覺得說 誰也不服誰啊 對不對 有很多意見啊 可能一件事情 尤其對我的意見 不要這樣說 真的 就是可能同一件事情 我們可能會有十種說法 可是到律師可能會有十三種說法 更多對不對 那 可是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一見是一致的 所以 來 張律師 讓您來說 有哪一些 我們先從律師界本身吧 律師界其實啊 除了 他們也發了聲明 來 就是 對於 這個 台東地檢署 對 我本人 去搜索 以及 申請羈押這件事情 表達的不滿 尤其是 認為說這個程序整個的違法 是 好 然後還有民間施改會 對 剛剛講民間施改會 還有 刑事律師 還有刑事 律師辯護協會 對 OK 他們都發表了聲明 好 那其實這個是 空前的團結 對 可以這麼說 其實很少說會有 聯合律師做這樣的聲明的 尤其在民黨執政之後 這種事情好像很少 更少了 感覺上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法官 法界 在法官這一塊 挺住了 就是至少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東地院的法官 對 在你申請提審的時候 就把 刺回 應該講說釋放 這個刺回哪個用語是相當封建的 我們來 待會來談 提審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以及你在第一時間為什麼想要做提審的動作 以及 可能我們要給觀眾朋友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也遇到了司法的迫害 對 你應該要怎麼保護自己 因為那個程序 其實即使是律師 像我我就不懂 因為我不是閒事律師 我對那個程序是非常的不熟悉的 那這一次其實張經律師教會了大家了 所以 張經律師挺住 台灣挺住 那如果說張經律師在這件事情上面被壓垮了 我相信這個 突破 這變成一個破口了 以後可以破壞任何人 對 破壞任何律師 任何律師就是代表任何 這代表任何人民 對 那個就沒有用了 所以在禮拜六呢 我們又看到就是說 有更大的突破就是 花蓮高分院 因為高分院就是在花蓮嘛 對 您曾經在花蓮認識過 我在花蓮當過 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一年多 這是民國76年一整年 OK 到77年一月 我在一月裡職的 好 然後 所以 花蓮高分院呢 駁回了台東地檢的 深壓跟 禁見的 抗告 對 然後這個也非常的不尋常 是因為 他駁回 深壓跟禁見的抗告呢 他們收到 高雄 台東地檢署的 抗告的時間是 3月24 24號是星期四 星期四 可是星期四那一天就是 您跑到地院去 告了 自訴了 好的 當天 結果他下午就起訴 就起訴了嘛 好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高院的裁定書很有趣 我們金導播進來這個裁定書 他又狠狠的把台東地檢 又 給他打了一個耳光 而且這個還是一樣是程序的問題 就是說你怎麼會離譜到這種程度 你自己在星期四 他原來是在禮拜二申請 3月22號 他在等於還沒有收到 法院的這個駁回 積壓與禁見的裁定之前 他就提抗告了 递狀嘛 他就递狀 22號递抗告狀 那時候連裁定書都還沒收到 可是高院說他24號才收到 不是 那是因為你要從 議院轉到 公文要轉到高院 是24號 你要說這個時間為什麼很重要 就是因為 他提抗告的時間 他根本連裁定的號碼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對 那你有必要這麼急嗎 你至少 證本還沒收到 你至少打電話去問嘛 問說 暗號是多少 沒有暗號 他的抗告書沒按號 你要抗告 你應該要先看到法院的理由啊 不然你在抗告什麼 這個整個程序 真的台東地檢是完全到荒腔走板的程度了 好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感謝 就是說法界的空前的大團結 以及還是有人站在正義的一方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絕望 就是說民進黨會怎麼樣做奧博啦 然後法院是他們開的啦 沒有用啦 你們打不贏蔡英文的 我跟你講 這個政府就是怎麼樣 七三怕二 人民只要硬起來 他就會向後退 所以你如果認為一切都絕望 我們都不要努力 不對 我們應該要發出聲音 他就會害怕 所以今天在高院 花蓮高分 高分院 他怎麼樣呢 他禮拜四才收到 收到 他馬上做了裁定 26號 而且他在禮拜六的時候 還發新聞稿 這真的非常的不尋常 他說不用上班 對啊 不用休假 他應該都休假了 都休假了 結果發佈新聞稿 他發佈新聞稿 所以 這件事情在台灣的司法史上 會有多重要 大家知道 所以就因為是這麼重要 所以民進黨應該知道 有人跑了馬蜂窩了 所以同時呢 法務部發表了一個 發佈了一個通知 說他要求 高檢署 高分檢 來查這件事 高分檢在哪裡 也一樣是花蓮 好 那因為花蓮跟台東 畢竟不是在同一個辦公室 所以他來查他 比較沒有所謂的同事情依 或是說有什麼這個 這個壓力 所以他要來查他 那有一些觀眾朋友 知道在星期六 知道這件訊息的時候 就說 不好啦 做一個樣子而已 他不是真的要查 我們且拭目以待 因為我們確實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在檢調的內部 並不覺得台東地檢這樣做是對的 好 所以以張君律師您來看這件事情 高分你謝謝律師公會嗎 我要謝謝律師公會 我也要謝謝許多關心 我可能被收押的訊息的 這些 朋友 全台灣的朋友們 我真的感謝你們 你們給了我最大的支持 對 而且沒有受到那種這個綠媒的 把我當成是 呃什麼什麼 哇 什麼色情狂啊 什麼啊 這樣子的影響 而願意繼續支持我 包括了色情狂 偷拍狂 之類的 然後說我裝的是 隱藏式的攝影機 針孔攝影機 其實這都不是事實 比拳頭還要大一個攝影機 變成是針孔攝影機 好 那所以呢 我覺得 這種壓迫越離譜呢 出聲 用自己真名本性出來 支持你的所有的觀眾朋友太多了 而且留言實際上都讓人感動 所以我覺得台灣司法應該有有救啊 確實有很好的法律人在法院 也有很好的法律人在遞檢 在檢查的系統 怎麼會都是壞人呢 不是的 好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張建律是一個人扛住了 可是讓我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天快要亮了 天快要亮了 好 所以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來感謝 然後接著我們就來講 這個 台東地檢到底犯了哪些錯 這些錯其實是非常離譜的 我們先講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這個就是整個要扣押張建律師失敗的時候 他發了一個新聞稿 台東地檢署發了一個新聞稿 那我們夜景導播進來 這個新聞稿把他槓起來 不是扣押啦 扣押是對物 扣押是對人 到積押之前 他失敗之後呢 他有兩行字在講他扣押的電腦的時候 他是這麼說的 我們請導播進來 他怎麼說呢 他說啊 我們扣押只是跟本案相關的東西 我們沒有扣押張建律師啊 執行律師業務的這個資料 那事實上這是一個大謊言 來我給張建律師看 沒錯 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啊 我們對 就是我沒有扣押你 執行業務的這個 妨礙你的律師的工作 但是這種說法 不明就裡的人會覺得說 因為第一個 他是公務人員 他是檢察官 他是檢查署 地檢署的新聞稿 你會傾向相信說 他講的是真的嗎 對不對 那你看這個文字的時候 你從白紙黑字 你會覺得說 張建律師的事務所 大概有100台電腦 然後每一台電腦都做不同的工作 然後他們靠那台電腦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這一次的 扣押的案子 是有關的 其他的電腦做別的工作 所以 張建律師你這麼有本錢 你可能有100個案子 每一個案子都用一台電腦來伺候嗎 其實 我台東的辦公室 只有兩台電腦 一台電腦 是只有 跟本案無關的確實 全部都是 另案的 但 另外一台電腦 是跟本案有關的 我現在不知道是 只有 一個 檔案 還是 兩個檔案 是跟本案有關 其他 都是 沃德爾黨 或者是文字黨 是 都跟本案 無關 是 所以我當時 當場我就跟他講 跟 陳小倩 還有 羅伊德 我說 欸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扣啊 這裡面只有 一兩個檔案 跟本案有關 其他都跟本案無關 那個案子 那個檔案 據 我的助理 被扣的助理 那個余小姐跟我講說 那個檔案可能有 應該有幾千個檔案 文字檔案 就是跟本案無關的 是 他們全部都扣了 所以我當場跟他們講說 你們不能扣 你們這樣扣是違法的 我印象中 那個帶隊的隊長還是 警察就跟我講說 張律師 不要為難我 因為 陳小倩跟羅伊德 主任警察官跟檢察官 當場啊 一句話都沒表示 反而是 警察表示 我印象中 警察表示說 張律師不要為難我 那 我能怎麼樣 欸 那這樣子 我一直有一個懷疑 就是說 那這件事情 跟徐國用有沒有關係啊 我不知道 當然 你要說跟徐國用 百分之百沒關係 也可以這麼說 你說跟他有一點關係 也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 警察是屬於 內政部 警政署 下面主 所以是誰帶主導這件事情啊 我不知道 好 總共一定會水落石出 沒有關係 好 好 那這個 我們繼續來說 就是 他的新聞稿裡面還說 你同意 那這個 就像剛剛我講的 我能不同意嗎 我不是說 有同意 而是 我無難 你抗議了之後 他們不理我 我能夠去搶嗎 他一定告我妨礙公務啦 對不對 他一定告我妨礙公務啦 那妨礙公務就比本案的 這個最重的本性好重啊 還重啦 而且又是 非告訴奶樂的罪 所以 我沒辦法啦 是 大家知道這個事實了吧 我絕對沒有同意 不能說 我沉默 因為 我沒辦法做抗爭 就 把它 歸於 我同意 這是兩個 就算是沉默 也不能說是同意 對 好 所以台東地檢署的離譜 就是說 你可以睜著眼音說瞎話嗎 如果說 你今天坐在地檢署那個位置 你想有檢察官的 這樣的一個榮光 這樣的一個光環 你做盡的都是這樣的事情 說謊不打草稿 那 你應該要得到應有的懲罰 沒錯 好這個是我們的主張 我們下一段進來 好 手腳冰冷別煩惱 暖胃暖功護腰 行動電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 可拆開使用 愛用者推薦 健康首選 在騎體上 喝純淨咖啡 聽最真誠的聲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酷 完美 愿意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純淨咖啡 讓心靈純淨 支持 We.TW 喝好咖啡 好我們回到現場 第二段其實我就要來討論一個 是比較基礎性的東西 就是說 他這個 這個 台東地方法院 在3月24號就是 一樣是星期四嘛 起訴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新聞稿 這個發布的人 應該講台東地方法檢察署起訴 24號起訴 下午 我現在就是要講 台東地檢署他有一個新聞稿 這個聯絡人是 謝長夏主任檢察官 那他就是 用這個 所謂的 張姓被告等人 涉嫌偷拍提起公訴 這個新聞稿 他這個新聞稿 講 就是說 這個 架設 在天花板架設監視錄音 錄音設備 刻意 將其中一顆鏡頭朝向 按摩店內的按摩床 可是我們看過現場的拍攝的 那個影帶跟相片 根本沒有這回事 好 也不在天花板上 而且他事實上有到現場去 照相 拍攝 拍攝 警 我知道 不知道是檢察官的書記官 還是透過刑警 每一顆監視器 總共有六顆 他們都有照相 所以我後來是 改變不了的 好 然後他說啊 保全公司的工程師 依張姓及黃姓被告兩人指示 每半年一次將特定日期的偷拍影片 檔案拷貝 存入隨身碟之後 辭至張姓被告經營之律師事務所 交與事務所的行政助理 棄本署查獲為止 偷拍時間長達五年以上 好 然後再來 就是這個 在我們癥結之前呢 有五名被害人提出告訴 好 然後 遭偷拍這個全裸的影像 流於查扣之監視器主機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麼監視器主機 應該 我們 我現場有拿一個東西 其實這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剛剛記得嗎 這個 檢查官的這個 地檢署的這個新聞稿 他怎麼說的 他說這個隨身的 就是這東西 對 隨身的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大母哥 大概知道說現在比較大的 比較厲害的大母哥 大概可以做到一梯嘎吧 容量 對 容量 那一梯嘎大概可以存大概 二十四小時錄影嗎 大概七天的影像吧 這是我們從專業的保全公司的 公開的網路上的資料大家可以查 那我手上這一個呢 是我在兩三年前買的 為什麼要拿這個來做示範 就是我在大概 三四年前吧 就是說你們剛開店的時候的時間的 這樣的一個Toshiba出版的 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個 就是隨差即用的光碟 也等於紀錄卡 兩梯桿 兩梯桿在當時的費用是大概是三四千塊 現在比較便宜了 現在大概是兩千多塊 一千多塊就可以買得到了 甚至還有容量更大的 那所以這個頂多也只能存個 就是更多天而已 你如果有一個 那如果是一般的隨身碟的話 根本就大概只有幾GB 大概十幾個Gigabyte 沒有幾個小時而已 因為我們其實在剛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的工程人員就跟我們討論過了 就是如果我們要把每一次的錄音的檔案 錄影的檔案全部存下來 他們打算去建構那個 比較大型的儲存的那種主機 那個要幾十萬的設備 我就說不用了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節目都上到雲端 雖然說解析度比較低 因為上傳雲端之後結束比較低 跟你原來拍攝檔案不一樣 可是你沒有必要把原來拍攝檔案都留下來 現在都在講時事啊 所以過去就過去了 然後就算是網路上解析度比較低 你下載來 還是個沒問題 沒有問題 對你不需要那麼大的一個解析度 所以儲存的這個事情 這個工作 第一個你要一個很大的空間 然後不是主機可以解決的 不是一台電腦可以解決 也不是說我今天擴充 我有擴充槽 擴充幾片 不是這個事情可以解決 所以解答官在講說 連續拍五年如果都沒有複製 那麼連續拍五年又怎樣呢 因為本來它就是一個線性的紀錄嘛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常識的問題 你今天故意獻人於罪說 連續拍了五年 但是你明明知道 你去問了工程師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說 因爲什麼事件 所以解錄了哪幾個小時 才有辦法放在隨身的這種大母哥嘛 嗯 這是常識耶 然後你今天要把它 設限說他連續拍了五年 而且連續拍了五年 為什麼會被發現說是 這個裡面有誰誰誰被拍到 在影像裡面 到目前為止 唯一看過的人就是你解答官 沒錯 或者他找來的助理 是 然後還把人家截圖 那你是要告誰 應該去告解答官 對 沒有人看到過 理解嗎 因爲如果說 我們今天真的要偷拍 要複製這些東西 而且要留下來 留下來自己看 自己看 我必須要複製 而且五年來的複製呢 大概 張律師 你知道要投資幾十萬 去買正規的 就是說系統型的 這種儲存的這種 記憶空間 那是非常貴的 有沒有必要這樣做 問題我從來沒看過嘛 而且只要要截取的時候 都是我請星光寶全說 你幫我截取 就是這樣子 你到今天為止 書狀都是用手寫的 我都是手寫的 你連打字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打字太慢了 比方說我禮拜六 禮拜天 兩天全天加班 我手寫出來的狀子 我的助理 每分鐘打字可以超過一百字 他要打兩天 你看我寫字多快 OK 你隨你手有減嗎 有啊 一直握 而且握硬筆在寫字 對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都是常識 為什麼 專門偵辦這種案件的檢察官 連這種常識都沒有 而且台東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派出來的刑警叫做科技偵察隊 隊長叫做吳振雄帶隊 來了三十幾個刑警 可是我記得您在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您有說過 在偵查的過程中 有警察站在旁邊 然後在那邊滴滴 站在我的旁邊 在那邊滴滴嘟嘟說 啊 星光拍的喔 星光表全拍的喔 那就沒事啊 就咬不到他啦 對不對 對啊 連警察都有這種概念 你知道什麼叫偷拍嗎 偷拍通常就是有人 那個去廁所啦 弄一個針孔啦 其實講到廁所針孔我也常常在想 那是會非常污秽的東西 你拍那個東西做什麼 而且那個裝設針孔 警察是有經驗的 所以不可能找合法的保全業者去偷拍嘛 不需要啊 這是警察都有的嘗試 檢官不知道 如果檢官不應該不知道 檢官非常清楚 因為他真的在偵辦這些事情嘛 好 那他今天要來這樣子做應該就是 故意二診嗎 對 我認為就是故意 故意要把我 故意二診到 把我收押 好 那 聽說 我有這樣的一個聽說 我必須說我沒有辦法證實 好 今天是 綠營的朋友告訴我的就是說 其實 要診您的這個動作呢 他們已經醞釀半年了 這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有兩派不同的說法 有一派是不同意 有一派是覺得一定要做到底 可是 經過這件事情我覺得我也安心了 我為什麼覺得安心呢 就是 這麼多年沒看到張律師 所以這這麼多年 你的人生的經歷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啊 那我們要不要出來相挺呢 要不要出來相挺 我是覺得說 欸現在看起來相挺是沒有風險的 因為以國安的力量 國家的力量來側查張進律師 到最後是這樣的一個 史上最烏龍的一個烏陷案 對可以這麼說 那張律師真的是 一身清白 對不對 這個是我覺得 我出來想一身清白 我一直都認為我一身清白 所以 當我在那個地檢署的居留室裡面 喔不對 地院的居留室裡面 我寫了一篇 一篇東西 是 收寫的稿子 就是我張進 這個 真的是清白一世 彈壘一身清白一世 好你請林長律律師帶出來嗎 對我怕我收押了 所以我要請他帶出來 好 所以 大家可以理解嗎 就是 這件事情的烏龍 然後 那個 台東地檢 到時候不要 我要特別講 我給林長律是 已經 家庭開完了 我才給他 因為我在開家庭之前 那一段時間我見不到林長律 他在家裡睡覺 因為那個時候是凌晨四點 四點多的時候是開提審庭 提審庭 提審庭的時候的法官就問我說 他當人別訓問這個全力告知以後 他忽然想起來說 沒有律師在 張律師 你這個提審沒有律師在 你要不要找律師 我就說 我說現在四點多 讓林律師睡覺吧 我說 而且因為法官也說了 如果你要請律師 要另外出去偽認狀 因為提審 因為原來的偽認狀 是針對偵查中 激壓偵查中的 不是針對提審的 所以他說要另外有偽認狀 我說不要了啦 讓李律師睡睡覺 待會家庭再說 所以整個提審是我一個人處理的 所以一直到了凌晨四點 你都還沒睡 我應該講說 我整晚都沒有睡著過 最多只有閉著眼去休息 因為那個不好睡 非常難睡 所以這個台東地檢 他大概又犯了幾個錯誤 我們剛剛講他的新聞稿 那我們就針對就是說 花蓮高分院駁回他的抗告這件事情 我們再來做一個比較細的切割 我們覺得要釐清一件事情 其實微積分很好用 微分一片一片揭開 像剝洋蔥你就會看得清楚 他到底犯了什麼錯呢 他星期二就是法院駁回他 只是口頭說駁回他 直接用提審的這個程序 就釋放了張建律師 這個有裁定 而且當場就交給我 ok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有一個羈押裁定 我一直不知道有羈押裁定 羈押裁定有兩個號碼 一個是24號 生機24 後來我這兩天才發現 有個生機24 一個生機25 好 那就駁回之後呢 事實上根本還沒有暗號 然後法官也還沒有把理由書給 裁定書給檢方 檢方也沒有看到理由 他就提起抗告了 為什麼我們知道呢 來請導播進來 因為他在他的抗告書上面 就是這麼寫的 所以遞檢呢 他在星期二就去抗告了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地院的裁定號碼 還沒收到也不知道裁定號碼 他在公文呢 走著公文的旅行呢 一直到24號到了高分院 才到花蓮高分院 到的流程 因為高分院在那個花蓮嘛 所以他到了高分院的時候呢 分院很快的就做了裁定了 26號發布新聞 對 我們剛剛在第一段說明 可是重點來了 24號早上 我自己也還陪同張經律師 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對於台東地檢的這幾個檢察官提起 兩個主任檢察官 一個檢察官提起了三個字數 其中一個是在台北地院字數 兩個呢 是在台東地院字數 好 那台東地檢 他大概就是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之後 他就做了一個 下午就起訴了 對 可是是自我打臉的起訴 為什麼是自我打臉呢 你羈押不成 你就起訴 就代表說 你手上的證據 你就可以做判斷了嘛 對 根本不需要羈押嘛 你羈押要幹什麼 也沒有什麼串供的問題 因為你的證據都已經起了啊 你才會起訴嘛 再不然就說你這個起訴是草率的嘛 你無人無合法自我解釋嘛 所以他自己打耳光一次齁 然後再來 你忘記了你星期二已經申請抗告了 抗告 你這個抗告你在起訴的同時 你願意要撤回你對於 花蓮的高分院的這個抗告嘛 一定要撤回 你要撤回嘛 為什麼你要撤回呢 因為 因為你要羈押是在你的偵查的階段 你要把人押住 是在你的偵查階段押人喔 那你把他起訴之後 整個案件就到地方法院 偵查終結了 偵查終結 你根本沒有任何的權限 強制除分權就沒了 你不可能人已經移到了地院了 被你起訴了 然後押在你的那個偵查庭嘛 這嘗試對不對 可是這個沒有嘗試的台東地研署 他竟然沒有去撤回他的抗告 以至於在星期六又被 花蓮高分院 又把他打了兩個 撤回 說 你就已經起訴了 那你還來要我押人 那當然沒有道理嘛 就再把他罵一遍之後 把他的抗告撤回 所以你覺得台東地研署 是不是應該要整組猜測好了 整組猜測掉好了 當然台東地研署 可能有也很好的檢察官 現在心裡在暗罵 就是說 你們這些蠢蛋 你們做了這些蠢事之後 我們所有人都要被你連累 我們也是台東地研署 可是我們是好人啊 我們有back guy 我們有good guy 對不對 可能是這樣子 那你是不是太丟人了 一再的丟人 我們看他已經有四五項 無法自圓其說的丟臉了 可是我覺得你看 這個綠媒這一方面 從中央攝影降到上爆 完全不用攻 然後他們一定是聽了檢方說的 說是針孔的隱藏式的攝影機 對不對 然後就像您剛剛講的什麼 我把幾個月的幾年的 為什麼會有五年 因為當時我這個店開設以後 跟星光寶前簽約的那一年 起算到現在是五年 然後我們現在再回來講這個五年 那你真的看了五年了嗎 對 你怎麼知道拍了五年 對 那拍了是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任何證據 你完全沒有勘驗 你就說有 現在被你扣上 扣在手上的這個 所謂的電腦 就是在電裡面的那個電腦 大概十幾天就覆蓋完畢了 對就覆蓋掉了 絕對不可能五年 他現在是 他是以我跟星光簽約起算五年 那你沒有證據你可以說有 到底拍了誰 然後最重要的重點是 這些都沒有人看過 目前只有檢察官看過 那到底誰還是這個痴漢 誰才是變態 我們可以做一個判斷嗎 所以這件事情的離譜 我覺得非常的欣慰 是因為我看到觀眾朋友的留言 真的讓人家非常的鼓舞 因為原來大家都具備常識的 而且非常有爭議感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在這種事情上面 尤其我覺得一個 有社會的地位 社經地位的男性 被抹黃這件事情 應該是非常不堪的 所以我當時就想說 我大概會被林秉書畫 在我被釋放之後 我就講了這個話 就是要把我 把我歸類 把我影射 或者把我甚至直接明示 說我就是那個色情狂 就是那個偷拍狂 那我們必須跟台東地前主說 很遺憾你們的目的並沒有達成 一個完全不合理 你如果今天要射線 你要射局 你要先射箭再畫拔 你也必須要把這個箭射的準一點 這根本不可能被社會認可的事情 這太離譜了 整個過程太離譜了 但是如果我當天真的被收押 這些事情暫時大概都不會知道 而且新聞的覆蓋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再去 有正確的訊息進來 把它洗清的話 你只會記得鋪天蓋地而來的 所有的一致的說法 沒錯 你很難去洗清它 尤其我又被收押禁見的話 我根本無從 無從對外 可能要由律師來說明 可是律師來說明這個力道又不夠 然後 對啊 所以我想說 我們的策略成功 這也是彭P給我的建議說 24號趕快自述這些傢伙 所以我熬夜寫了三個自述狀 然後到我們在中午12點多 我們就開記者會去递 在台北地的一份 告謝長夏主任甲官的狀子 自述狀 是因為他發布寫稿 這個寫稿 全台灣都看得見 是 所以台北地人有管轄圈 是 另外你非法搜索 還有 積壓申請書上登在不實的部分 那個部分必須要在台東地院 別的法院沒管轄圈 所以我一早我們寫完了狀子 我立刻請同行律師到台東地院去 配合我們這邊地狀 是 然後 當然地檢署馬上知道這個訊息 他大概下午 據說好像大概五六點 起訴就起訴了 是 好 另外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說好要跟觀眾朋友說 什麼是提審的這個制度 然後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可能存在的一個法律的漏洞 或是說他可能會變成是一個不一致的一個裁定的可能性 就是在我們今天看很多的歐美的電影 所以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被刑事偵查 或是在FBI 事實上他都要告訴你說 你這個有請律師的這個權利 然後他不可以把你留置超過24小時 所以就一定要把這整個案件 把人跟案件就是要移到這個法院的手上 那我們在學憲法的時候也是通常會教給 教一般有時候在大學會有通識課程 法律與人生 這個通常就是營養學分 很juicy的通常會給90幾分這種營養學分 法律與人生對不對 在法律常識就會說 如果你有本人或是你的親友 被這個刑事調查 那在24小時之內都可以要求就是說 要提審 對要提審 這也是因為比如說過去有一些命案 或是說陳文辰命案 其實給我們非常多的教訓 就是提審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歷史上有成功的提審案件多不多 在我們今天這個提審成功之前 一個月前還是半個月前 針對四個 四個說是在防疫旅館的 他們申請提審成功了 因為在防疫旅館等於也是拘禁 所以我知道有這麼一個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知道有這麼一個成功的案例 當他問我交保 要不要交保 我拒絕交保以後 他馬上說 他好 那申請羈押禁件 我馬上就想說 我必須要增加一道手續 我就說那我要申請提審 後來果然是增加了一道手續 提審是一道 積壓庭是一道 提審提一道 而且很顯然 我的要求成功了 所以在提審就放 等於是以提審的這個理由來放人的 好 就是你必須要多一個機會 就是說由法官來介入 那這個法官可能是中立的 他有機會可以秉公來處理 對 雖然在台灣 成功提審的案例 在全審來講 我相信 非常非常少 可能佔所有提審比例有沒有1% 好 恐怕都沒有 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中有創了紀錄 對不對 我創了太多的紀錄了 這次了 我問個張清律師 因為他當過檢察官 其實很多檢察官都被告 現在這個台東地檢署 這麼多檢察官同時被告 這也是一個紀錄 但是很多檢察官都被告過 那你有沒有被起訴過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被起訴過 呃 我有 只有民事被人家起訴過 那行事案件沒有被起訴過 不管當檢察官也好 當律師也好 我都沒有被起訴過 都沒有 所以這仇劫大了 哈哈哈哈 這仇劫大了 這是人生的第一次 站在行事案件的被告席上嗎 對對對 哇這仇真劫大 你可以理解嗎 這創紀錄了 人家一身的清白 被你這樣子召見 然後第一次要站在被告席上 這仇劫大了 嗯 所以可是你是天主教徒 我是天主教徒 嗯 所以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你會原諒這一些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 唉 對於警察我會選擇原諒 因為他們受命於檢察官 沒有辦法 他們不得不這麼做 但是對於檢察官 我覺得他們執法犯法 應該要有一定的懲處 嗯哼 這才 我覺得這才合乎公平正義 嗯哼 當然這懲處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多嚴重啊 啊 但是至少要他們覺得說 要他們承認他們是錯的 好 所以如果有朝一日 他們在我面前鞠躬道歉 我會原諒他們 ok 好 好那我們就以這個做ending 我們會看到那一天的 因為 以他們發的這種新聞稿 完全不根據事實來說 這個加重毀謗罪 我覺得 屌屌屌 我的判斷是 這個是一個死案件 死啊你死啊 這個是屌屌的 而且他寫在新聞稿上 新聞稿是公文書 他還有公務員登在不時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問題 對 那屌屌屌 怎麼辦 好 所以道歉可能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因為誰不犯錯 對於張經律師來說 這些檢察官都是晚輩 對 跟我差太多了 我相信 嗯 他們兩個恐怕 我當檢察官的時候 可能他們都還沒出生也許 我已經當了 算起來42年了 所以現在只要41歲以下的 我當 我出道的時候 他們都還沒有出生 是 所以很有機會他們根本還沒有出生 有可能 好 有可能 所以 就這樣就把 自己一生的 名譽 以及在法界的未來 以後人家看到他都會記得說 他是做過這麼離譜的刑事案件 就是把自己搞砸了搞毀了 也蠻可惜的 但是他們為什麼要針對我呢 是 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是不是也是天命於上了 所以其實 江律師 張建祥 對 你的大學同學 我的大學同學 他有說就是說 其實 在美國的程序應該都可以去調 檢察官 這段時間的通聯紀錄 他到底有沒有跟總統府 有沒有跟台政部 有沒有跟這些相關的這些單位 國安單位 有沒有對話 這個都應該要揭露嘛 城市揭露 這才是武器對等嘛 對不對 好 但是 我們覺得 你實在太蠢了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一旦案件起訴 我們就不是在隔空抓藥 跟你打那種迷糊仗 我們可以閱卷 我們也可以去申請掉 當時的偵訊的所有的錄音 對 對不對 那有更多的真相會揭露 為什麼保全的這個人員 他會被誘導訊問成 這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他可以說成是什麼固定的時間 要來 截錄什麼樣的這個訊息 那你 檢察官你都知道是截錄了 你竟然可以說 是我偷拍 還是我張進偷拍就更離譜了 好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辦法散聊 現在民政司法會要求就是 法務部要道歉 法務部也要求了花蓮的高檢署 高分檢 高分檢要來調查台東地檢 在這個整個流程有沒有疏失 恐怕是要拿台東地檢的這些人 來祭祈以憑眾怒 看起來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所以也許下個禮拜 台東地檢署就會有大地震 不知道 那我們就等著看 因為這個事情是法務部必須要收拾的 但是我認為法務部部長 遲早要道歉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結論 謝謝張律師 最近這一段時間真的是太辛苦了 我們下一集見 是 我的禮拜 我會不會忘記 那個名字 我會不會忘記 手脚冰冷别烦恼 暖胃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健康首选 推荐健康封面 推荐健康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